所以後來為什麼就是可以那麼自在地說 你是個同志 因為我後來就是重新回到營光幕前 我就決定說 反正如果有人問的話 我就很自然回答 而且我好想感謝你 因為我記得第一次 上小姐布希蒂的時候 就聊到顏雅龍的事情 然後我就很自然地回答 那我以前是會很緊張很緊張 然後我很習慣說 接下來會被追問了 結果你就把這件事 當作一個很自然的事情聊 然後後來我開始聊到一些 什麼難優怎麼樣啊 對 就像你現在一樣 整個都忘記了 就是一個很 你知道我現在都主持人好開心 我每次來錄影都覺得說 怎麼會有新故事啊 我會出席人的第一想過 還是不能夠講過五次啊 然後想說 怎麼會有新藝人啊 你才過好幾次的 所以那時候第一次被報的時候 就很緊張 然後而且那時候 我們是在一個記者會上面 聊完天之後 就是已經採訪完 我還鬆一口氣 想說沒有被問到這件事情 因為後來那時候已經開始在傳 可是後來等那個記者會結束 就是跟那個記者在閒聊而已 然後他就問了緋聞的事情 然後我就是想說 我在家裡還有練習過 想說如果被問這個的時候 我就要很輕鬆很輕鬆的回答 我就很輕鬆開玩笑說 這樣也不錯啊 被傳這個 就那時候那個阿布跟郭欣 好像也因為這樣主持節目 因為在康熙 就會有那種CP的感覺 所以我就說 搞不好我們還可以主持節目什麼的 結果隔天新聞一出來 就是他們選了一張 我就是背面屁股的照片 然後再選一張那個 那個宜亞倫這樣子的照片 然後就很難看 就非常非常難看 然後所以其實的確有 因為那時候還有點太緊張 因為社會因素 家庭因素 就沒有辦法像現在很自在的 講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的確有因為那件事被影響 而且我覺得後來 很常被報這種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記者這邊 就是把新聞發出來了 觀眾不會知道說 我們會收到記者通知之後 我們就有一些回應 通常處理完這件事 下一件事情 藝人朋友就會開始想說 然後你就會開始想說 是誰報的料理 對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 後面還有幾篇新聞 是我那時候後來 因為這個新聞之後 我的Facebook少到 大概只有十幾個人 我的私人帳號裡就是 你都刪掉了 我全部刪掉 是只有我的朋友而已 然後還是被報了一篇 是我Facebook的截圖留言 因為大概過了好幾年 所以這是你身邊的好朋友嗎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絕望 想說 哇 也就這十幾個人 然後到底是誰 然後你也不知道怎麼去問 然後後來後來才知道說 我有其中一個朋友 他跟一個娛樂線的記者朋友 在交往 你真的是被朋友背叛 然後就是被他爆料了 可是你後來為什麼就是 可以那麼自在地說 你是個同志 沒有 我後來就是重新 回到銀光幕前 我就決定說 反正如果有人問的話 我就很自然回答 而且我好想感謝你 因為我記得第一次 上小姐部CD的時候 就聊到顏雅龍的事情 然後我就很自然地回答 那我以前是會很緊張很緊張 然後我很習慣說 接下來會被追問了 對 結果你就把這件事 當作一個很自然的事情聊 然後後來我開始聊到一些 什麼難優 怎麼樣 對 就像你現在這樣 整個都忘記了 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 你知道我現在都是主持人 好開心喔 因為我每次來錄影都覺得說 怎麼會有新故事啊 怎麼會有新故事啊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有新藝人啊 還過好幾次了 大家都 所以後來我覺得 因為來這個節目 聊一些同事的事情 都很輕鬆 很自在 然後變成很像 不是一個什麼大書櫃啊 就是一個很正常生活的事情 所以就變成我現在 就越來越自在 就導致我剛剛那個超時多了 就是這個節目害人 不是還要謝謝我嗎 因為我開始怪我 我們出來這裡聊一些 什麼色情按摩 什麼樣的 好 社會線的記者 會不會懶得看娛樂的新聞 不會 因為我們很多社會新聞 跟娛樂的關係 我們也會發到一些娛樂的獨家 可能娛樂線會覺得說 他們怎麼會非常的領先 所以妳的獨家是如何得到的 我的獨家 其實真的就跟剛剛玉拳講的差不多 可是 剛開始跑的時候 我們都是網搜 就是現在網路很多社團嘛 爆料公社 一開始都是先找網搜 後面之後培養關係 就是像她說有線人 但其實真的很多來源 因為我們都跟警察有關 就是比較有接觸 所以警察是史上最大嘴巴的人 沒有沒有 就是也不是所有人都這樣 但是多多少少 你就會知道 什麼樣類型的警察 會比較願意把消息告訴我的 就是比如說年紀啊 或是什麼 沒有 都就是你看你接觸到的 就是你 其實就算只是一個 排除所遠景啊 或是不一定是所長 OK 因為像她要跟他們喝酒 吃飯 對 我也一起 妳也沒有 妳也加入飯局啊 我們都在一起喝酒 那妳需要有一點就是撒嬌可愛嗎 一定會有這種女記者 但因為 也要剛好有一些那個特質 就是 真的有用 因為警察很吃這一套 所以妳會覺得那種撒嬌的 女記者是 妳會討厭她嗎 我會有點討厭 她很會撒嬌 沒有 爆料 氣爆料 沒有 她吃那個 直接把奶都放到那個 派出所櫃檯上面 那個監視器可以給我看一下 就是急到很兇的 對啊 對 因為我比較沒有那個路線 所以 那小學她是哪一種撒嬌 她要喝一點之後 就開始會 也是會捺一下 但是比較熟的 對 比較熟 要熟一點 會說什麼哥哥 妳跟我講那個誰 沒有 是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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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家酒妹 隔 所以隔完之後 妳是想要問什麼 因為我們真的 因為真的靠這樣 也不是說靠這樣 就是問到一些獨家 就是 因為有些提問 就是我們有發到一個那個 我記得我發過比較厲害的是那個 蔡阿嘎那時候跟老婆 有被打 這算社會新聞 這是我同事的獨家 可是我 獨家拿到監視器畫面 然後之後我們家有 為什麼妳 妳可以拿到那個畫面 他們可能自禁都不知道 我怎麼拿到的 所以可以講出來嗎 我就是從一個 已經有畫面的人 然後我為了不要讓他 被發現說 他把畫面傳給我 所以我拿他手機 用我的手機再翻拍一次 假裝是我自己釣到的 可是他為什麼會願意 讓妳做這件事 因為那個是 就是現任朋友 男生 是男生嗎 好 是一個警察 反正他也不在 他也不在那個分局 也不在 所以應該也沒關係 所以他現在已經不是警察了 就是不在原本的那個地方 所以你當時是 隔了幾次 隔了 隔了 因為當時 你讓我全力都不死了 對 不要啦 這個我傳給妳 我會很麻煩 隔了 沒有啦 因為我跟他直接傳過來 他們會有那個內部記錄 會變泄密 那也為了保護他 然後我就想要這個方法 說我用我手機 在自己翻拍 所以你到底隔了幾次嗎 應該三次吧 沒有啦 沒有啦 有沒有加那個 插他那個衣服 小姨腳這樣 對 我喝酒之後 可能會有一點啦 你明明就是那種人 所以小生 你有沒有覺得 女記者真的是比較吃香耶 我覺得真的有耶 因為你這邊 你如果說隔了我也要那畫面 你有沒有 隔了小成也是那個露宿的 對啊 好想不完喔 所以馬昕 你是一個正經的記者嗎 我嗎 嗯 也不正經啊 因為你 因為我不會撒嬌 你會臭臉對不對 我通常會用威脅 臭臉 威脅怎麼可能 因為他之前有 前陣子的那個新聞是他跨年 那個是我不小心變這樣的 就是連線的時候沒連好 然後他直接在現場臭臉 被撥出去 直接被撥出去變迷藝了 不是啊 這就我本來 因為我記者工作就是很忙 又很需要很快 那我每次就是寫稿的時候 不爽就甩 所以我只是把真實的面 讓觀眾看到 你覺得最得意的獨家是什麼 最近就爺孫戀的那一個 林靜恩啊 那個是平面媒體 所有人都跟我借畫面 在他自己在那個 他自己在ATM 就是這樣 然後就還滿可憐 因為我其實也不知道 他到底怎麼了 反正他已經把老房子賣掉 立昆城的房子這樣 那他已經無家可歸了 可是他真的是 窮得只掙錢 他的那個信用卡 真的隨便刷都過 那邊的飯店都這樣講 所以你拍到的畫面 我拍到他就是流落街頭 然後飯店都不收了 你是收到消息說他在那邊 然後你們敢去拍 對 所以你那個也是現人 不是 他其實是那個飯店的員工 你也認識 不是認識 他發在那個D卡上面 我看到幾句話我就出去了 對 你就真的是靠實力耶 對 你就一看到就衝動 你是不是要這樣去 沒有 我就問 沒有 我沒有在講笑 不是 你也說麻西沒有一些閣 沒有閣來閣去啊 他還可以大摔門 但他就是偏僻找新聞啊 那我也有很努力過 因為我們剛開始很菜的時候 都要很努力 因為我們一開始都沒有現人 我們就只能網搜 然後那時候我都會狂搜 爆料公社 叉叉人 他有PTT 然後那時候PTT就有一句話 就說那個市里某一條街 好多警察圍著 然後我就因為這句話 我就直接跑去現場 然後那時候就一條街 我大概有二三十間店 我就一家家吊監視器 我是自己吊的 我就這樣 你也曾經當過這種 腳踏實力的記者 我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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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 後來發現隔幾聲就有 就有了 因為那時候還不太有隔這個 不然就進去說可不可以 就一家家吊 好不可以給我一下 好煩 真的 可是像栗子 你應該你們那個年代 應該是真的 混得撒嬌什麼的 不過真的 我剛剛聽到的故事 真的年代不一樣 我以前 我在國外跑線跟國內跑線 我在國內跑線的時候 你不要先有準備喔 他很愛炫耀 你還這麼簡單嗎 我真的要替娛樂線 記得講 有時候娛樂線 真的比社會線還慘 像我那個時候 我回國跑的娛樂線 兩大事件 一個是林志玲摔碼 你想看那多久以前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那個 就是下信的女藝人 她自殘身亡 而且當時她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整個娛樂線 甚至社會線全部都被調 來去調查 為什麼這個下信的女記者 要去 女藝人 女藝人 對 女藝人 然後 大家真的就是 在跑社會線一樣 然後每天去 不是去志玲姊姊家蹲點 就是去追 為什麼 然後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因為感情糾紛等等的 所以那個年代的 影劇新聞真的像社會一樣 好慘喔 但是我在國外的時候 又是很不一樣 真的是腳踏實地喔 國外來了 國外來了 你會聽到一些就是 天方艷談的名字 因為你說在台灣 我們跑線的時候 你講你是哪一家記者 人家有聽過 可是你在國外 你跟其他的單位講說 我是什麼什麼華文媒體 他們一定是 What What's that 所以我那時候為了一個採訪 需要寫很多信 然後那個年代 還沒有什麼E-mail這些東西 真的是寫信 然後把公司的資料 全部翻譯成英文 甚至還要把新聞片段錄下來 還錄這麼大顆 就是證明你們是一個 對 然後後來把他翻譯成英文 告訴大家說 就是告訴對方說 譬如說告訴經紀人 或者是告訴片商說 我們是一個正規營業的公司 我們是華文媒體 華語媒體 但是他都覺得我們非常的不重要 當年就是2003、2004年的時候 華語媒體真的是被放在最後面 整個紅毯一大條 然後被放在最後面 你根本訪不到任何人 不要說什麼ABC咖 什麼一線二線 根本沒有線 一開始只是最尾端 後來你到 你就會發現你的位置 一直一直往前往前 然後往前到 已經可以問得到BC咖藝人 然後到最後才會問到 可以A咖藝人的程度 是因為LISA已經闖出名號了嗎 就是大家就是覺得 你真的有認真在跑這條線 然後也認真 而且你說在台灣記者 就是遇到什麼逢年過節 會收到一些禮物對不對 在美國是逢年過節 我們要送禮物給對方 討好對方 因為對這些好萊塢的經紀人 或者是騙商而言 他們其實會覺得 你是誰 為什麼要讓你來採訪 採訪可能還玷污我家明星 那種感覺 所以你必須要很認真 限制只能採訪五分鐘 就真的是五分鐘 而且那五分鐘 是從你進入那個房間開始算 所以假設藝人在那邊補妝 我曾經訪小姥波到你 她前面都在補妝 那些全部都算我的時間 然後等我真正開始 可以訪問的時候 只剩兩分半 蛤 對啊 那你為了她什麼問題 就真的其實沒有 就是 為什麼可以這麼貼妝呢 男生先給你們的心想 題目一定要是 真的是你規定的題目 他們規定的題目 應該這樣講 其實他們跟亞洲不太一樣 亞洲都會要你先給訪綱 因為亞洲藝人可能要先準備 經紀人要省過 你只要一問到不對的問題 他就直接叫你get out 我自己遇到的那一次是 因為其實 大家就記得何力貝瑞 也曾經演過貓女 對 所以我當時想一個有趣味的企劃 就是當貓女遇到老鼠會有什麼反應 然後我帶著我的龍貓去 而且我也跟這個 你帶龍貓去 真的 我真的帶龍貓去 然後我有跟門口的就是經紀人 然後助理什麼什麼 我全部都講過 我說我等一下會做這樣的訪問 他們還說 哇 好期待 好期待 荷莉貝瑞會怎麼樣 然後他們也先進去跟荷莉貝瑞說 等一下下一組記者 Lisa她會帶一隻Chinchilla來 然後就想要看 就是當貓女遇到老鼠的反應 然後荷莉貝瑞都知道 然後我一坐下來 我就開始 我就要打個招呼之後 我就把我的龍貓抱出來 然後她也很認真地跟著演 她說 我一舉的時候 她真的很認真 真的要演的時候 突然一個公關從外面衝進來 不是那個那場的 從外面衝進來 而且她還是公關的主管 然後她一衝進來就突然說 就把生命生物帶走 她就很兇 她真的用標話 然後我當下 而且荷莉貝瑞還在演 那不是很尷尬嗎 對 然後荷莉貝瑞也嚇到 然後我是整個立刻紅眼 妳到底已經輸了 我的人也 荷莉貝瑞會不會覺得自己被罵 對啊 荷莉貝瑞會不會覺得自己被罵 對啊 荷莉貝瑞會不會覺得自己被罵 對啊 荷莉貝瑞會不會覺得自己被罵 那一點是什麼 荷莉貝瑞會不會覺得自己被罵 對 荷莉貝瑞整個就嚇一跳 就全場嚇一跳 因為她非常的兇 龍貓有飛了嗎 龍貓也嚇一大跳 對 好龍貓聽同一文 對 對 對 然後我當下就眼眶就紅了 就眼淚快要流下來 因為我覺得非常的委屈 然後我就帶起我的 我就把龍貓裝進去 我就走出去 而且她還大罵 就是罵得全場都聽得到 她就說 她就說 妳完結了 就是妳可以走 她就說我可以回家了 我今天已經採訪結束 其實我後面還有沙朗史東 我後面還有好多個大咖 所以她這樣子講說 我真的就是眼淚就掉下來 但是我當下就還坐在 他們的那個後 就等於說有一個大廳 是讓我們在那邊等待 我坐在那邊平復心情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委屈 就是我一直很想大哭 我就一直撐住這樣子 然後我還在平復情緒的時候 一模一樣的那個公關 突然出現她說 Oh I'm sorry 她說 Can you talk to me 不好意思 我可以跟你講話嗎 我們到小房間去 妳說剛才大罵妳那個 對 她就請我先坐下來 她就說 I'm terribly sorry 我真的很抱歉 我剛剛搞不清楚 我剛剛不知道狀況 原來妳都跟他們說好了 然後她說因為我坐在那個 她坐在監控室 所以她看到很多個屏幕 同時在進行 就節目在進行 她說我只看到妳突然 拿出一個小動物來 那我也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我就衝進去罵人 我太急了 我太沒禮貌 她說我跟你抱歉 然後她就說 妳還是可以繼續 妳今天的訪問這樣 然後我當時就 心裡想說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事情 然後我也眼淚就收回去了 那我後來輪到 我再去訪荷莉貝瑞的時候 再訪一次 就一個男生 就有點年紀 就把我拉到旁邊 她說 Are you okay 然後我就說 沒問題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她說我是荷莉貝瑞的經紀人 我是她二十年的經紀人 我跟她很好很好 然後她說她剛剛 非常非常關心的情況 甚至中段訪問 她經紀人就非常關心 她就說她剛剛覺得 妳被這樣子對待 實在是太不合理了 人好好 對 她去幫妳爭取 就是說 一定要讓妳再正常的 繼續訪問 而且還要再補儡 就是讓妳再回來訪 然後我就真的 非常非常感動 那後來輪到我一進去 荷莉貝瑞一看到我 她就這樣 欸 又要 可能要全場鼓掌 我那時候真的眼淚都要掉下來 超級無聲 那妳眼淚始終掉不出來 因為 因為收回了 我知道我等一下要上鏡頭 你知道嗎 就如果在那邊邊流淚 邊訪問 然後在那邊講貓女很奇怪 對 所以我還是專業要Hold住 就不要讓人家看到 我們脆弱的影 什麼都留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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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小鈴鐺